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同意 敘利亞如果不消毀化學武器將會面臨嚴重的後果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 敘利亞反對派應該參與和平談判 菲律賓政府軍加緊追擊 南部穆斯林武裝反叛分子 密西哥洞西兩岸受到暴風雨襲擊 導致最少20人死亡 義大利對擱淺郵輪協和號展開打鬧 工作人員將用承索將郵輪移證過來 摩洛哥舉辦音樂節表揚婦女對音樂的貢獻 達到大利益 詞曲 李宗盛